上世纪六十年代 在我们饥寒饥品的时候 西方艺术在研究什么呢 大家好 我是江好克 很多艺术家 虽然曾经有一段时间 是个当代艺术家 但是他过了环 他就会又变成一个权威了 他照样可以压迫别人 统治别人 就像马蒂斯 他初期的时候呢 还被别人骂成是畜生 是野兽派 但是等到了1910年 只过了四年 他就变成了评委 他就开始整毕家索 以后我会讲他的故事 其实那时候 大家已经总结了 梵高的教训 就是对于不懂的东西 不能乱说 不能把他们整死 要给他们机会 甚至有些有才能的人 很快就成功了 其实他成功以后 像马蒂斯 就开始整别人了 在我们身边 又何尝不是呢 所以今天来看 艺术其实是一个 不间断的 解放的过程 而不是某一种艺术 是需要我们遵循的方向 上世纪六十年代 当我们自己 处于人均GDP 非洲水平的时候 西方研究的艺术是什么呢 六十年代的西方艺术 是波普艺术 是安迪沃厚为代表的 他们主要的方向 是把商业变成艺术 把消费社会变成艺术 主要关心的对象 不要让艺术变成一个 高高在上的浪漫的东西 所以他的艺术 有很强的现实性 实用主义和讽刺和批判 他经常做流行艺术 安迪沃厚有一个 最好玩的事情 他说一个艺术家 他的作品是不需要动手的 安迪沃厚就出点子 他说你们帮我 把玛丽联盟录的画 给我印一百份 那一帮人 有的管设计 有的管印刷 他连手都不碰这个画 这都算他自己的作品 因为他的名字和想法 会成为一个产品 就像很多做老板的 其实你们自己的产品 压根都没有碰过 但确实是在 你老板的笼罩下做成的 安迪沃厚就把 这个画到处传播 他现在的一张画 是目前美国卖的最贵的画 但是他当年 就是这样印出来的 安迪沃厚当时又提倡 让每个人 都有出名的机会 他有很多奇怪的思想 对这个社会的中产阶级 资产阶级 进行很深刻的批判 他也对美国的力量 做了批判 比如说 69年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作品 把一堆 喝口可乐的瓶子 做成了一张画 现在这幅画 是长于MOMA博物馆 当时他提出说 这就是美国 后来我们都以为 美国的价值观 是自由主义怎么样 今天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了 美国真正的力量 是以可口可乐 为象征的 一种商业的资本的行为 这种东西 我们是今天才知道的 但是60年代的时候 只有艺术家 将知揭示的 如此的鲜明和深刻 这就是安迪沃厚的波普艺术 关注我的公众号 关注更多完整艺术好课